我們在flash補肩動畫 你大概要稍微留意一下 一定是 要最少要兩個關鍵影格 就是說你至少要兩點對不對 一個巴掌不會響 那所以說一定要 兩個關鍵影格 才會動才可以做動畫 好這是第一個 必要的那麼再來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要做的是什麼 移動補肩動畫 所以你要注意一下 移動補肩動畫只能用在什麼 群組或者圓件 也就是我們剛剛看到有那種方框的有沒有 有個藍色框框那一種的 用在那一坨的那個就不行 了解意思齁 在flash裡面你要區分一下那個 動畫的類型 這個要稍微注入一下 那下面這幾個 就是原則上 我們在flash裡面一個圖層 就是只放一個物件 那麼你要做動畫也是一個圖層 做一種動畫 可以嗎 盡量不要把所有的東西都擺在同一個圖層 因為這樣子你要做動畫的時候很難做 還有 你以後要維護也很難維護 所以就盡量一個物件一個圖層 好像堆積木一樣嘛對不對 我們哪裡壞掉就抽掉那裡就好了 這樣才會比較方便 那麼一般我們在做動畫 最常見的動畫方式大概是哪幾種 就下面這幾種 位移 從哪裡走到哪裡 還有什麼旋轉 我從這邊轉到哪邊啊 還有由大變小有沒有 由小變大 還有就是我們昨天不是有常用那個什麼彈珠彈珠 彈珠彈珠就是什麼 有看到看不到嘛 就是α的透明度 這是最常見的 那大概了解這個之後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喔 移動普遷動畫 你要讓它能夠移動要怎麼做 來 好那我們對照一下 剛剛我們是講過至少兩個關鍵格才會動 一個現在是不是只有一個 所以一定不可能動 那怎麼辦 你看你要到哪裡 比如說我到第30格 36格好了這樣是3秒鐘嘛 按右鍵插入關鍵格 這個時候它就可以把它移動到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你看我們第一格在這裡 最後一格是不是在這邊 那麼它中間有沒有動畫就自動做起來 沒有 因為你看我拉過來有沒有發現沒有動畫 因為你還沒有告訴它你要用什麼類型去做 那你有發現我這隻螃蟹有沒有一個外礦 它是一個原件也是群組 所以說這個是符合我們剛剛的那個條件 兩個都符合了 你兩個前後這兩個都要一樣喔 要門當戶對才可以喔 了解齁 好了之後你點到中間 或者點到第一格都可以 任一格其實都沒關係 就是不能最後一格啦 反正就不能最後一格 你可以在中間任一格或者是第一格 點到之後點到這個圖 圖層之後你看一下下面 有沒有一個補兼動畫的類型 點開 這就有兩種 這裡就有兩種齁 我們要有的就是所謂的移動補兼動畫 一點 這個時候中間這條線就跑出來了 所以一拉 你有沒有發現那個路徑它就自動擺完成了 好那中間如果你覺得這裡不滿意 可不可以自己調整 拉看看 你看 你有沒有發現你一拉 它是不是自動幫你產生關鍵影格 好 但是平常我們通常不這麼做是 通常會怎麼樣 我會先自己增加關鍵影格再來做 因為如果 你這邊 這個不是關鍵影格 你編輯它事實上是沒有用的 因為這是它自動幫我們產生的 了解意思齁 在Flash裡面 Switch裡面都只能在關鍵影格去編輯它 所以 平常如果你點到這裡 你覺得不滿意 我就會先新增 關鍵影格 再來調到我要去的地方 那麼這樣 還是一樣 兩點 Switch下來 OK 換你去看看齁 所以我們這樣做好的 那最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剛開始你學Flash很不習慣的 因為你現在是做動畫不是做一張 所以說每一個影格是不是都是不同的內容 這裡每一個影格都不同的內容 所以你一定要 假設你要編輯第一格 你的時間走要麻煩你 一定要回到這邊來 這樣了解意思齁 你常常都會拉到第一格的 所以如果我要編輯第36格的 請你時間走紅色那一條 拉到這邊來 拉到這邊來 再來做它的調整 這樣了解 所以你看如果我第36格我在這邊 差一格也差很多喔 好不好 好 點到這邊 有沒有 再來點它 這樣子 假設跑出去也沒關係啦 那我們剛剛有學會縮放嘛 是不是這個 你可以把它縮放 比如說變大 要旋轉怎麼辦 以拉吹的在外面 點的外面有沒有變旋轉 但是如果你在這個線上面有沒有發現變這樣 這叫什麼 傾斜 傾斜 有沒有 它等於把這三功能都做在一起 那麼以拉吹是有分開 有分開的齁 所以你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 假設我先做一個旋轉 好了 這樣 等一下 旋轉 那麼它在這個中間的過程 到這邊沒有問題 因為這裡 第一個到這個是沒有做嘛 那後面開始有沒有做旋轉 對不對 對啊 這樣OK的嗎 所以你點到它 假設你要這樣 這樣當然也是可以 這個你自己再參考一下囉 好 那最後再講一個 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平常一些軟體上面都會有什麼 複製剪下貼上啊 這邊是沒有那個工具列 如果你覺得不習慣 你想要有 可以從這邊來 視窗 反正只要是面板的東西都在視窗 工具列 有沒有一個叫主要工具列 有發現你比較習慣的這個跑出來了嗎 像office裡面的啊 有沒有 剪架複製貼上啊 還原啊 都在這裡 開心檔案也可以從這邊看 了解了齁 從這邊喔 視窗 工具列 這個 好 還給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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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